你 吃得还习惯吗 要不要我再买点别的 不用了 挺好吃的 你不是还有两天才回来吗 你是掰着手指 算我什么时候回来吗 你少自作多情 我才没有 好吧 这么晚了 店里就你一个人吗 刘刘呢 刘刘啊 累了在楼上睡着了 我一会儿还有一些工作要处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看你也挺累的 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什么笑话 在很久很久以前 森林里有大狗熊和小白兔 一起去上厕所 大狗熊问小白兔 你怕脏吗 小白兔说我不怕 大狗熊又问小白兔 你掉不掉毛 小白兔又说我不掉毛 然后 然后 大狗熊就抓起了小白兔 擦了擦屁股 这不是我以前跟你讲的笑话吗 你怎么还记得 你那个时候 给我讲了五个小白兔的故事 每一个我都记得 好 空调好像开得有点冷 我去看看 给溜溜披件衣服 好 江喜乐 小白兔 能不能跟大狗熊 开始新的生活 我暂时还不知道 他们怎么开启新的生活 其中有小白兵 你听不懂 你自欢義的 哪儿来的花啊 当然是你丁叔叔送的啦 今天什么日子啊 为什么要送花 是啊 我也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 要送花 他说就是回来的时候路过花店 想送给我 浪漫吧 妈 爸爸去世这么多年 你一直抗拒再婚 丁叔叔也告诉我 其实你们刚重逢的时候 你是拒绝他的 为什么后来又接受了 其实妈妈这个人哪 很敏感的 很怕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 流言蜚语的 但是你丁叔叔 就让我很有安全感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可以消除我内心的力 我明白了 宝贝 其实事业跟爱情都是一样的 不怕他玩 只要他们出现了 那就是最好的时候 所以不管你做什么 妈妈都会支持你的 加油 谢谢小宝贝你 你真好 那是当然的啦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去帮丁叔叔做饭吧 走 你哪里会做饭啊 你还是插花吧 我先去 哦 喜乐 还真没看出来 你还会做饭呢 丁叔叔 我这也是被迫学做饭 毕竟 我妈做菜的味道 你肯定是知道的 还行 我咽得下 我小时候根本就咽不下去 这话千万别让你妈妈听见 好 丁叔叔 嗯 有醋吗 你看看微波炉下面的棍里 应该有上新的 哦 好 啊 嗯 没有醋吧 这有酱油 没有吗 对 我记得有平常新的呀 我去买吧 算了算 你赶快回来 你休息了 我去买 你今天不是要上早班吗 好 看来你还真挺关心我的 我每天上什么班你都知道 我才懒得关心你 我是碰巧 听到你爸在跟我妈说 你妈跟我爸也真的是 还没结婚呢 整天就跟老夫老妻似的 你自己终好 他真的不容易 没有 尝尹 丁人 我们就像现在这样 单纯地做一家人吧 什么意思啊 我们不能谈恋爱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成为姐弟了 谁要跟你成为姐弟 你是因为我们父母在一起 所以不想跟我在一起是吗 我们爸妈再婚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在一起也是一家人 这有什么区别吗 本来就是啊 父母结婚 儿子女儿又在一起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 这是相爱的关系啊 别人不会这么看 江喜哥 这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这个理由我不接受 那我不喜欢你 我不能跟你谈恋爱 这个理由行了吧 这个理由我不相信 你爱信不信 江喜龙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这个说法我不接受 你放开我 定义 我只要抓住了 就再也不会报手 你只要一心牵我 再不会抱歉 你只不喜欢我 再不会抱歉 想你留在 我只要抓住了